Hello 大家好 我是Mr.Aman So 今天我會和大家講 S3 5th Classroom Exercise 9A 立體圖形的對稱性質 Part 6 看看題目 計計數二 富圖所視為一個杯子 這個就是杯 A就是一個杯子 具有反射對稱性 問一下什麼叫反射對稱 反射對稱我都為大家寫在畫面上 反射對稱之下 只要有一個平面 能夠把立體切成兩部分 兩部分出現了鏡像 就叫反射對稱 那塊平面就叫反射平面 有沒有這樣的東西呢 當然有 你塞一張紙 在杯子上都會找到這種反射對稱 這個是圓形 塞一張紙下來就會出現兩個半圓 反射對稱性就是毫無二元 OK 到部分B 這個杯子具有旋轉對稱性嗎 若有 請你繪畫出旋轉對稱軸在圖中 既然是圓形 一定有旋轉對稱的 而且是無限次重合的 OK 你只要把對稱軸由底的中心 一路轉 你會拿著圓形轉 無限次的重合 因為圓形轉來轉去都是同一款 你轉360度 不,360度就是360度 你錯了 不一定是一度轉一鑊 你可以是0.1度轉一鑊 所以這隻杯子 什麼對稱都有 反射對稱也有 旋轉對稱也有 好 這就是大家收看 拜拜